哈喽,大家好,我是红叶旅途,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哈萨克传统美食,Besparamak。 这个是马肠子,马肠子,我们现在这个,这是新鲜的马肠子,灌的马肠子,我们准备一个小锅,是凉水里面, 然后把马肠子放在凉水当中,这个要煮,这个要煮大概是两小时左右,这个传统美食叫Besparamak。 然后我后面给大家讲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些羊肉,然后准备凉水下锅,要清炖煮羊肉。 这个Besparamak完了以后,在哈语当中,Besparamak是手指的意思,就是五根手指。 完了以后,这个在哈萨克这个美食当中,算是一道硬菜。 这个现在我们把这个羊肉,这个新鲜羊肉,速冻起来的,把它放在凉水下锅, 然后把它炖起来,刚才炖的是马肠子。这个在两个小时左右。小火慢炖两个小时左右。 这个水开了,水开了以后,煮的是马肠子。 完了以后,我们现在就关上小火,把它打去这个浮沫。 把这个浮沫打掉以后,完了以后,小火慢炖。 再来,我们下来,我们下来放一点咸盐。 这个自己要尝一下这个汤哦。本身的马肠子里面具有咸盐。 嗯。我们这个羊肉,完了以后,也同样打去这个浮沫。 对,把这个浮沫,它就是血沫,把它打干净。 完了以后,表面的一层油比较大就行了。 嗯,这样把它打干净就行了。 完了以后,小火慢炖,这个两个小时左右。 这要看,羊羊的这个黏命大小,它的肉质也不一样。 我们这个是三岁的羊,大概也就是两个小时左右。 小火慢炖。 我们这个羊肉已经煮了有一个半小时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三个黄萝卜,这些土豆, 还有一个皮啊,还有两个西红柿,这样整个下的肉汤里面。 下面我们把这些食材放到肉汤里 大家看,这个放进去后还是小火慢炖 大家看,现在这个马肠子煮了有一个小时了 我们看一下,非常不错 再煮上一个半个小时 下面我们切点这个皮 放盘子当中 接下来我们切点香葱 接下来我们切点新鲜的小茴香 这是一种香料,非常好 经过两个小时的煮,我们马肠子熟了 我们把它捞出来 两个多小时,现在我们这个,大家看这个羊肉也煮好了 大家看这边的肉汤 结合菜的味儿非常美 下面我们把它一块也捞出来 我们把煮熟的黄萝卜 先切成条,然后切成段 在这个两个小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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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用这个肉汤 如果没有这个面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肉汤和面 味道特别好 这个就是非常方便 我们取点皮啊 我们取点皮啊子 来里面和香葱和小茴香 里面加上一点盐 倒入肉汤 最后我们做备用 取点肉汤 稍微加点盐就行了 来就这样好了 我们这个面下熟了 我们把这个盘子摆好 我们这个肉熟了 下面我们把盘子摆好 大家看这个肉已经脱骨了 这个肉已经煮得非常烂了 下面我们把这个肉摆在这个盘子中间 像土豆摆在盘子周围 还有我们的黄萝卜 对,这个肉特别烂 大家看 现在我们开始切这个马肠子 大家看这个马肠子 这里面大家看到白白那个油 其实一点都不腻 这马肠子非常好吃 哈萨克州也喜欢起马 但是也喜欢吃马肉 这是一个非常美味的东西 弄好后我们把它摆入盆中 对,就这样子 最后我们将这个 我们把我们的脚子汤 摆入鲜盐的 搅到我们的肉上 我们把肉汤 我们把肉汤倒到这个里面 嗯 嗯 这样子我们这个哈萨克特色美食 我们这个哈萨克特色美食 就好了 其实这是就是五根手指 用五根手指手抓肉的意思 嗯 当然了 现在都是用这个筷子 也可以 但是这作为一个传统的美食 大家还是沿用 把手洗干净 用手吃这个手抓肉的意思 嗯 这个特别美味 如果你到一个哈萨克家去做客 如果他们端上来这个丰盛的美食 说明你是特别尊贵的客人 你要感谢这个主人 希望大家可以尝试 希望大家点赞关注 和在评论区留言评论